字幕志愿者 李牧师 我是大卫长 今天来到延诺来做一个拜访 主要是想看看他们如何推动 国旗、国歌和国民教育 稍后我会访问相关的李牧师 先和他谈谈 好,我们出发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大卫长 今天来到路德会西门英才学校 这间学校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本来很想拍片和大家聊一聊 但我觉得只拍片就应该不够了 所以我决定拍一系列的节目 去深入地和大家介绍一下这间学校 一会儿就给大家看看 究竟他有什么的内容 我是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还有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支旗缸 上面是长年挂着一支国旗 我是很感动的 来到这间学校 它虽然是一间基督教的学校 路德会的中学 但是这一间学校令我感觉到 香港的教育的而且确是充满希望的 在元朗这个地方 竟然有一间这么爱国的学校 而且更加重要的 里面推动了很多中国文化 我觉得是令老婆相当之感恩的 有书法室 还有有图书馆室 藏书不少 学校里面就是推动了很多中国文化的知识 和进行很多交流 你会看到 学生在老师的教导之下 其实是变成一个很知书识理的人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看到香港的教育 是出现了希望 如果香港的学校 可以以路德会西门英才中学 作为一个 模范呢 我觉得对香港的教育来说 绝对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一班的年轻人 他们可以在一个充满爱心 充满正能量的学校里 去受课 刚才和副校长聊天 他们觉得 在教育上最重要是 让学生了解基本的知识 不是说一早就要批判 而是需要学习 需要包容 需要理解所有人的想法 而且传达的是一个国家的思想 一个国民的思想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是 那些大人大点安心 为什么要给我们 一大点小的 需要学校的学校 向大家 在校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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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